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麻烦一下 来 各位新加坡的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 接近中午吃饭时间把我排在这一档真的很不好 来 我现在一开始 昨天呢 明天还有一场教育中心 今天谈的东西跟明天不太一样 今天会比较着重在新加坡空屋 其实应该讲东协国家就包含谁 马来西亚 包含缅甸泰国 空屋的成因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今天还会去谈到 我们这一块薄墨口罩的一些比较技术性的用法 那今天比较针对理论 可是明天教育中心我会谈口罩的使用 口罩的区别 还有各位会员你们在推广的时候 要怎么简单记忆 我们是做直销啦 蒲汉级董事长有讲过 那些很专业的东西让很会念书的人去讲就好 卖东西还是要简单啦 对吧 对啦 所以我们要尽量用生活化 可是今天的30分钟 接下来的30分钟是比较专业 可是各位 不要因为我讲得很专业 你们就不理我啦 好不好 好 来 首先一开始 会员比较多 我这样看过都是女性嘛 来我们的小帮手 我介绍一位我们澳洲来的小鲜肉 小鲜肉 对就是你 就是你 来来来来 我跟你讲喔 刚刚我跟她双包袋妹妹讲说 你等一下不要跟她讲我要cue她 所以她完全没有准备 小心小心小心 真的没有准备 来 带我们这一款口罩 是需要一些 SOP的啦 你都不要帮我cue一下 这样现在是什么 来 带我们这一款口罩是需要SOP 就是我们戴口罩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 不要再问我为什么这么麻烦 爱多美是什么 企业 我们是跨国国际企业 游戏规则由我们定 对不对 对啦 来 小鲜肉 来 你们袋子里面都有一片 请你们拿出来 跟着我做 才会记得 如果要靠你脑袋记 记不得 各位 所以戴我们口罩是有一定的流程 拿出来了没 不要拿到果干 果干是要吃 口罩口罩 来 长这个样子 表现好的人 等一下小鲜肉可以带回家 澳洲公民 双学位硕士 目前是雪梨大学的博士班候选人 棒不棒 对不起啊 我今天来卖口罩 不是来卖 卖我们小鲜肉啊 来 拿出来了 来 小鲜肉 先帮我们打开我们的口罩 来 这边先有一个技巧 各位 打开我们的口罩的时候 请你们搞刚一点 费力一点 我们不要把它一下子撕开 撕开这里 让它这个袋子比较完整可以收藏 为什么 你如果只是骑个车 带个一小时 你会想收回去嘛 所以你就可以再放回这个袋子里面 因为我这个袋子给你们做双层 double的 所以它很好用 很坚固 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tip 第一个提示 再来 小鲜肉 来打开吧 其实它是我老板儿子 我是被请的 我今天没有表现好就完蛋 来 第一个 打开我们的口罩 从上方 先把鼻梁的压条撑开 你们不撑开就戴上去 就克诉我说 我的鼻子好痛 那到底是你脑袋有问题 还是怎么样 来 撑开以后 把这个面积撑出来以后 来 戴我们的口罩 不可以这样戴 打开了 你要这样戴我也没办法 来 来 先 左边右边随便你 所以先上一边耳朵 好 再来 手抓住中间的这个分隔线 然后再上另外一边耳朵 然后把你们的鼻梁压条 顺着鼻子压好 有没有压好 然后接下来要干嘛 知道吗 来 吃豆腐 摸一下这个密合度 有没有好 这样理解吗 会做吗 好啦 那我们要请小鲜肉先下去 等一下留电话的在事后 好 好 来 来 各位 我们出门戴口罩 不一定有镜子啦 对不对 不一定有镜子可以看啦 对不对 对嘛 来 我再示范一遍 我们先勾一边 不要两边 因为我们的耳带 等一下会弹到 它是宝宝尿布侧边 材质比较脆弱 两边一起拉 容易被你不当施力 拉断 来 各位 先勾一边之后 我们外面不一定有镜子 之所以叫你这只手 拉着这边 就是要让你的口罩戴起来会正 是不是 这是中心点啦 有没有 我正不正 很正啦 对不对 对嘛 来 再来 口罩要拿下来 超正的 好喜欢 等一下领口罩 来 拿下来要怎么拿 一边 再一边 然后呢 对折 还是原本的对折方式 对折回去 一样耳带 收回我们刚刚的 透明袋 理解吗 真的透明袋 被你撕爆了 怎么办 怎么办 皮包里面有笔记本吧 夹在笔记本中间 记得找一页干净的夹 不要夹 上面有写字的 否则你上面会出现什么 宝贝我爱你啦 你的情书都印上去了 OK 好 今天因为接近中午啦 我临时加这个桥段 各位我要让各位醒一下啦 来 我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是三达的执行长 来 举手 来 我叫什么名字 Winnie 对 Winnie 来 麻烦一下五片口罩给这位小姐 我跟你讲 互动要热络 我们做直销 如果口才不好 会怎么样 做没生意啦 要老实 口才也要好啦 来 我是Winnie 那今天就由我来跟各位介绍 去年十月 各位听好 去年十月在台湾独家 各位独家就是重点嘛 独家由台湾爱多美上市的空污防护口罩 它是一个薄墨口罩 独家台湾爱多美的空污防护口罩 那目前这一款口罩在我们新加坡本地买得到 一盒是32.5新币 每一盒里面几片 所以都没买嘛 对不对 有买 昨天都有下100盒 每一个人 对不对 我们都有约定 听完我讲的每一个APP打开 下100盒 来 30片 所以平均一片是1.1块钱 来 这个1.1块钱有没有符合爱多美的经营理念 哪一个 你大概都说两个 来 1.1块钱有没有符合爱多美的经营理念 哪一个 绝对价格 这样你让中心掌要打屁股带回去再训练 好不好 绝对价格 好不好 所以呢 目前平均一片是1.1块钱 来 各位 我们目前这一款口罩 刚刚你们都有很多人戴上了 它叫做立体型的剪裁设计 立体型的剪裁设计 有别于传统的 这是你们最常看到的嘛 一个长方形的 传统叫平面式口罩 平面式 来 小鲜肉 对不起 我这个真的不准备 要临时cue 连我要cue它我都忘记 来小鲜肉上来一下 来 这叫做传统的平面式口罩 平面式口罩有一个问题 麻烦一下 戴一下粉红色的 来 它有什么 口罩本身跟我们的脸部的密合度不够 来 各位可以看到 有两磅 然后有些人下巴比较小 就三磅 有些人鼻子比较不准 就四磅再五磅 对不对 就很多磅 请问很多磅你还要保护什么 对不对 好啦 小鲜肉 谢谢 这个要还我 来 所以呢 我们的立体型的剪裁设计 就去改良到 我们的这个所谓泄露率的问题 来 哎呦 那往前走 来 来 所以戴起来就是这样 脸部的包覆性很好 这个时候我需要你们给我鼓掌一下 因为 那个小男生模特儿是我儿子啦 来 旁边女生模特儿戴的就是我们目前成人款 儿童款还没上 即将要上 请你们拭目以待 戴起来 我先告诉你 我们这款口罩我不盖你啦 什么叫时尚 时尚保健 我们要戴起来 我们要戴起来要漂亮 所以刚刚那种平面式的口罩 说还有什么N95口罩 一张碗 放在边 你们如果要这样 我宁可仇死 我宁可啊 不要 我宁可病死 我也不要仇死 我绝对不戴那个一个碗在脸上的啦 所以立体型的剪裁修饰你的脸型 好不好 就算你不美 就算你不帅 戴起来也一定帅哥啦 好不好 来 所以呢 这是我们的剪裁设计 来 接下来 各位 我要很严肃的先跟各位讲一件事就是 我们爱多美 台湾爱多美 跟我们富丽奇 花了两年多研发这一款口罩 两年多哦 这两年多我们历经了多少风风雨雨 你们知道吗 我们台湾的负责人 巨董 他来找我们的时候 后来跟我说 你一片五十块 我现在要卖十五块在台湾 我跟他说你不可能 我们做朋友就好了 我现在市场价格 五十块的东西 你要给我卖这么低的价格 我怎么可能同意 对吧 你们是我不会同意嘛 可是他每天就一直重复 跟我讲这句话 最后我被他掳到受不了 只好答应他了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花了两年 在台湾爱多美 积极地push我们 我们其实在他们的产品人员 这个产品开发部 跟我们的行销开发部里面 他不断地上来我们北部 一直跟我们通过无数次的开发 谈版型 谈材料的选用 谈什么 功能的设计 再谈流程的SOP 还有制造的环境 什么都谈 你知道那个开的会 那个高铁做的费用啊 远远超过这些 那 聚董也一直告诉我 价格价格价格 所以最后 我们开发了两年 创下台湾爱多美 那个 跟合作厂商谈最久 我终于 屈服了 所以这一款口罩 在两年多正式上市 上市之后 我给会员朋友们一个保证 就是 你只要在我的盒子挑到一片 比如说破损 我赔你一盒 一片我赔三十片 这也是被逼的 没有啦 这个不是被逼的 这是真心的 所以 我这样做 有没有符合爱多美的另外一个经营里面 是什么 绝对品质嘛 对不对 来 爱多美的成功 不是来自我们供应商 也不是来自爱多美你们 也不是只来自公司 而是要三方的双赢 各位说是吗 我们提供好的东西 爱多美的公司来监督我们 当你们使用产品有问题之后 你们会做回馈 这叫做三方双赢 如果这三方没有达到一个平衡 这个产品不会红 理解吗 那我今天讲这么多 就是要告诉你们 现在这一款口罩 会红 为什么 我们现在三方是 共赢的 而且呢 我们现在三方是 很实壮的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今天才会千里挑挑 飞了四个小时的飞机 来到新加坡 跟各位新加坡的朋友 谈这一款口罩 好 谢谢 那再来是 我们有别于一般其他传统产业是在铁皮屋里面生产 我们是在水泥大楼 标准的厂半大楼里面 我们有一千瓶在顶楼 挑高五米 所有里面的生产环境 是用无尘室来做控管 所有的人员是佩戴房禁店的无尘鞋 衣帽 为的就是符合 睡了 为的就是为了符合 绝对品质 来 各位 你们今天已经花时间来这 所以一定要follow我 不是我follow你 一定要follow我 我们把时间用在我身上 就这30分钟 好不好 所以这个条件一定符合你们绝对品质 来 会员们 你们也不用 我相信在这样子的条件下 所产生出来的口罩 对你们来说 一定是很棒的啦 好不好 来 那接下来我要谈 你们现在可能会有很多困惑 你讲这么多 我们新加坡的空气 有这么糟吗 我们新加坡 我出门还要戴口罩吗 好 对 我谢谢你们 要 但是 在谈空气品质之前 我先帮各位一个门话案 帮你们复习一下地理历史 好不好 地理啦 跟我们的风力风向图 我讲这个绝对不是没有关系 我不是地理老师啦 但是这个各位一定要看 来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 刚刚圈起来在我们的投影片上 有看到啦 它在马来半岛的南端 对吧 然后呢 它在印尼的北方 对吧 然后呢 再来 它在马六甲海峡的南出口 对吧 先帮我把这几个地理条件 给记住来 好不好 来 那再来下一页 这个是新加坡全年的风力图 不是我自己画出来 是你们新加坡政府给的资料 来 从纵轴我们 从直向来看 是从一月 这是全年新加坡 一月到十二月 有看到吗 一月到十二月 然后从横轴来看 是一点到二十四点的风力跟风向 各位 风力跟风向 每一个箭头的方向代表的是风向 每一个箭头的颜色代表的是风力 越接近红色越强 越接近灰色越淡 那代表风力越弱 好不好 来 我要先你们看红框框里面 每年的六月到九月 风是从南边吹上来的 从印尼方向吹过来的 然后呢 它的颜色 其实这边你们可能看不清楚 它的箭头的颜色是红色 所以呢 它这时候吹的是强风 好 另外一个重点是 每年的四月跟五月 还有十月跟十一月 四月五月就现在嘛 对不对 是你们的季风交替期 在交替的时候 一定就是会风力比较弱 在季风交替期甚至形成净风 就是没有风的状态 这几个重点各位先帮我记住 因为这跟空气污染有关 好 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讲 新加坡的空污元凶 第一名 不是你们 是邻近国家 新加坡有没有重工业 很少啦 对不对 不像台湾 台湾自产什么 台湾的名产叫PM2.5 各位理解吗 因为我们重工业发达 70%的污染是我们自己来的 但是在新加坡不一样 我们是服务业为结构 所以新加坡的空气才能是 亚洲四小龙的第一名 但是近年来空气污染严重 是因为邻近国家造成的 那邻近国家 我先讲 有没有印尼来的朋友 讲完出去不要打架 可是我一定要讲事实 来印尼 苏文达拉跟加里曼丹 最常做的两个活动叫做 第一个人为的火根 第二个叫野火 火根是什么 就是放一把火把山给烧了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要取得 把山林变成平地 来种植棕榈 所以呢 最便宜的方法是用火把烧光 各位 那第二个是什么 野火 森林大火 自己烧起来的啦 对不对 好 那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我们的天气要怎么样 来举手 举手来 这一位太太 您说 姐姐 对不起 姐姐 妹妹 您说 你怎么越年轻 来 你有用爱多美的六建筑 对不对 有啦 好 来 天气要满足 什么条件 够热 对不对 好 然后来 小帮手你们有点远 来 麻烦给五片口罩 好不好 其实我在台湾都是 十片 二十片 三十片 发 只是 我今天带不够 来 给五片口罩 来 要满足这种条件 一定要天气够热 干燥 还有什么 没有雨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样的空污只会发生在夏季 六月到九月 各位 这四个月一定是你们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时候 为什么 我们南边的邻近国家会狂烧 来 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世界级的极性雾霾 这是我自己编的啦 可是你们把它记下 为什么叫世界级 厉害的 各位 因为极性就是它很短时间发生 六月一旦干的时间一来 它马上就烧 所以它来得很快 然后停也停得很快 九月没有 开始下雨 它就停了 好 这四个月 什么叫世界级 它排放的量很大 大到什么数字 我告诉各位 来 这四个月排放的量 可以占全球 全年石化工业 碳排放量的四分之一 它这四个月就办到了 所以呢 各位 你们的空屋是世界级的 来 我给各位看一张图更明确 来找出新加坡的位置 有看到吗 好 那下面是苏门达腊跟加里曼丹两大群岛 上面有很多红点点 那个就是代表正在烧啦 这些图都是你们官方的资料 不是我自己捏造的 好 然后这时候又吹 往南边上来的风 所以首当其冲是马来半岛 所以马来西亚也很惨啦 各位知道吗 新加坡就 哭哭拼啦 对不对 因为风一直来嘛 你根本挡不住 六月到九月吹南边上来的风 而且风力很强 是吧 所以整个马来半岛 甚至到泰国的南端 缅甸都可能会受到污染 所以新加坡的空污元凶 第一个就是 邻近国家的火根跟森林野火啦 简单两个合并叫火烧山啦 理解吗 火烧山啦 这样讲得有对 有对啦 好 来 那各位 你们可能就会问我说 那这些世界性的极性雾霾 到底是什么原因 来 不可以去打人喔 也不是印尼的错喔 因为各位 政府在印尼是鼓励栽种 有经济价值的棕榈 但是这些棕榈种完以后 通常那个地没有营养了 就会废根 那废根是不是要再找地 那他们树最多嘛 所以政府是允许 农夫去把树给整地 把山林变成农耕地 在他们境内是合法的 各位 所以呢 这些 不管是农夫或财团 他为了简单跟便宜 去取的农耕地 他就用烧的 好 来 另外 可是再怎么烧 怎么会烧出这么大的烟 各位 印尼是什么气候 举手 乐带什么 我刚才答错了要赔我30片 不是300片 乐带什么 乐带国家 还有乐带什么 雨林 对不对 来 小帮手 五片 乐带雨林国家 所以呢 乐带雨林国家的土壤 有个特质 叫高含量的泥炭土 泥炭土是什么 记不得 没关系 我跟你讲 泥炭土 你再给它放在地上 再放个100年500年 会变煤炭 所以各位 所以泥炭土很容易什么 烧 一点点火 为什么他们森林野火这么严重 因为一点点火苗 它就是整片烧了 好 再来 当他们采用火根的时候 上面正在烧 烧得很旺盛 可是泥炭土不会只有浅浅的一个表面 它下面其实是很深 这个时候虽然火没烧进去 可是温度进去了 然后热带雨林什么东西最多 什么树 热带雨林什么东西最多 雨嘛 所以他们的土里面有高含量的水 当温度进到下面 它虽然没烧进来 可是因为含水量又高 会闷烧 妖娇威脸的闷烧 知道吗 会闷烧 各位会闷烧啦 那这时候闷烧会产生大量的浓烟 所以那边产生的空气污染 不但是碳排放量很高 各位 悬浮威力很高 你们的能见度会变低 还有就是浓烟会很多 就是这样而来的 所以我今天必须跟各位讲 你们身在的环境 已经不是在空气品质 这么优良的条件下了 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你们的元凶 他怎么会跳这么快 我的 好 没关系 第二个元凶叫转口港 来 他是不是在麻六甲海峡的南出口 来 新加坡的骄傲就是我们的港口 他是亚太区区最大的转口港 各位 转口港什么东西最多 船嘛 船都吃柴油嘛 柴油它才能动嘛 对不对 柴油排放出来的黑烟跟这个空污 绝对不是我们一台小绵羊摩托车排出来的量哦 各位理解吗 所以柴油排出来的量是很大 再来 他因为你们是转口港 不是一个内地港 所以你们必须为纳全世界各国的船只 对吧 那你怎么能确保其他国家用的油品就好了 他们为了节省 他们有可能用含重金属的油品 所以呢 这一次我在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各位你们新加坡政府 也不能打我我只是讲实话 公关真的做得很好我都找不到资料 我其实是花了很多时间才把你们的空污的来源给拿出来 因为亚太地区的最大转口长 通常有一句话 港口贸易越发达的国家 污染就越严重 这位你们这个点你们认同吗 所以等一下要下石河 知道吗 好 认同嘛 所以你们最大的两大空污的原因 第一个叫邻近国家的火烧山 第二个叫做我们的骄傲转口港 好 所以这是你们的空污的问题 来 那接下来空气污染到底会影响我什么 我今天谈口罩 我们就谈呼吸系统就好了 其他我不谈 来 各位我们要知道空气污染对我们健康影响的时候 你们先必须做一点功课 看一下投影片的那个右下角 了解空气污染 我必须要知道污染源的尺寸 那污染源的尺寸 我们有个单位叫UM 然后它的中文叫做微米 如果现在还是没有感觉我在讲什么 来各位你们有没有头发 有啦 头发一根你们摸摸看 这一根的力竞叫100微米 PM2.5是2.5微米 所以头发一根还是PM2.5的40倍 你一根头发掉在地上都已经快看不到了 更何况是40倍大 它比PM2.5大40倍 所以PM2.5看得到吗 看不到了啦 那个后面要专心一点 看我这边 我们既然都来到这里就要专心 来 所以PM2.5一旦进入体内 各位大于PM2.5的污染源 一旦进入我们的鼻腔 我们还可以透过 洗鼻气 把它洗出来 但是小于PM2.5的部分一旦进入我们的肺腔 各位看一下 它会往你的肢气管走 它会往你的肺炮走 我们人的肺炮是固定的 各位固定的 那它进去以后 这个悬浮微粒就把它包住 那等到久了以后 你怎么样 不能呼吸 所以这是很严重 但是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各位理解吗 所以呢 这个部分 是污染对我们的影响 那现在可能又会有很多新加坡的会员问我 Winnie啊 你刚刚讲的那两个原因 其实早就已经这样了 可是 近几年空污 怎么会越来越严重 这是已经存在数十年 二三十年的东西了 火烧山或是转口岗 来 各位 你们新加坡拥有的绝佳天然的地理条件 来抗空污 第一个 叫沿海城市 沿海城市有什么 来 举手 什么浪 海 谁讲风的 来 这边舞片 来 沿海城市有风 我当然知道有海有盐巴 有什么都有 可是我想听到的是风 沿海城市有风嘛 对不对 这些粉尘会被风怎么样 吹走嘛 对吧 是吧 对吧 对嘛 来 再来 第二个 我们是在乐带什么 雨林嘛 对不对 乐带雨林国家 有什么 雨嘛 所以这些粉尘会随着雨带入地上嘛 所以通常下过雨的天空比较怎么样 对啦 干净晴朗 对 对对对对 在台湾 我说下过雨的天空怎么样 比较懵 是怎么想的 下过雨的天空都比较干净嘛 对不对 所以PM2.5怕风跟水 各位理解吗 再来第三个 你们70%是服务业嘛 所以你们没有名产PM2.5嘛 你们不自产嘛 所以因为你们有这些优势 所以你们曾经是亚洲四小龙 空气品质最好的 现在还是最好了 但是因为大家一起烂啦 所以你们还是第一名好 好 来 我先跟各位讲 要了解空气品质 不能只有看污染源而已 大气条件的改变 也会影响空气品质 好 来 那为什么最近越来越严重 第一个沿海城市 沿海城市 我刚刚是不是说4月5月 10月11月是季风交替 你没有风啊 所以这时候如果有污染源的时候 你的风就吹光光了 你们的风 可是如果风是弱的时候 它吹不走 对吧 第二个是什么 乐大雨林气候 声音现象各位有听过吧 你们去Google一下声音现象 所以雨季不来 本来一年可以下6个月7个月 现在只下3个月4个月 所以水也没有了 再来 你们的服务业 可是港口全年无休啊 它没有季节性的啊 你们不可能把港口停掉嘛 所以因为这些条件 就打折了我们这个空气污染的原因 OK 好 但是你们不用怕 为什么 虽然你们抗空污的又是没有了 可是爱多美有什么 抗空污的武器 对不对 这时候要干嘛 有抗空污的武器嘛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口罩 来 接下来这个口罩 各位 我刚刚一开始就试戴过 来我先跟各位讲 版型我已经跟各位解释 它的优势在哪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材料 耳带的部分 有口罩的麻烦拿出来看 耳带的部分 这个是弹性耳带 我用的是宝宝 尿布 柳竹啊 知道吗 旁边有一条 这个弹性材质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戴口罩 很久要很长的时间 以前你们戴这种口罩 第一件事情拿出来是干嘛 这样 对嘛 健身嘛 对不对 因为耳带会痛嘛 所以你会拉嘛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改良成这种比较舒适的 让你能够全天候佩戴 理解吗 理解 然后第二个 鼻梁鸭条 鼻梁鸭条我们改成 PE 塑胶 塑胶 来取代传统的什么 铁丝啦 铁丝啦 那铁丝在切的时候 很容易尖尖的 所以会刺伤你的脸 对吧 然后铁丝碰到我们 雨林国家潮湿 会怎么样 生鲜嘛 生锈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PE 鼻梁两条 这是我们 有严选的材质 再来 我们口罩外面这一面 蓝色的部分 表布 叫抗拨水 抗拨水是什么 如果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我吹 拨去你的口罩上面 这时候你有抗拨水 它会滑走 它不能往内吸 吸进去 你就吃它口水了嘛 对不对 所以它抗拨水 但是在内层 白色这部分 要干嘛 吸口水啦 为什么 讲话会怎样 口水嘛 呼吸会有什么 有水气嘛 所以这时候内层 一定要做能吸附水气 清水材质 让你们带起来 不会湿湿黏黏 对不对 讲到这里 你们还不给我鼓掌 就没意思啦 好 所以这是我们材质的部分 我们很针对材质在做 来 材质版型都已经这么优了 都还没讲到重点 我们的重点是这片薄墨 你们用完后 可以剪开 不会剪 不会做的 明天到教育中心等我 那明天的课程内容不太一样 是完全是食物的操作 这里面剪开会有一层薄墨 薄墨的食物就 食拍照长这样啦 很薄很透气 来 但是我薄墨怎么过滤粉尘呢 因为我时间到了 你们还想不想听 所以我可不可以久一点 好谢谢你们 来 我们薄墨 真正的学名叫PTFE 据是否已稀 但是你们就记薄墨就好了 那要简单的记一样 到明天的教育中心里面去 来 我们薄墨怎么来过滤 它有两个在材料上的特质 这个特质第一个叫多维孔 来 这个是在显微镜一万倍下 我把它拿去做 你们有看到上面很多孔洞 这个孔洞只有0.2微米 PM2.5是多少 2.5微米嘛 对不对 PM2.5 2.5微米 我们的孔洞只有0.2 谁大 PM2.5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的洞只有这么大 我的门只有这么大 你大我12倍 你怎么过去 你过不去嘛 这叫物理的所谓的阻隔方式 我的洞就只有0.2 你是2.5你过不来 好 多唯恐 第二个叫副层结构 这也是很学术 你就只要记什么 一层一层堆起来就对了 我们把它剖开之后 你不是发现它不是一层 它在显微镜像是很多层 那你们就是这样子 一直瞪这张图 一直瞪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层了 有没有 它是一层一层堆起来 而且不规则 各位 所以访研所台湾的第三公正单位 跟我说 你可以过滤到0.075 我的孔洞只有0.2 可是我可以过滤更小的0.075微米 就是靠副层结构 你比我小你吸进来了 但是因为我很多层 像迷宫一样 你会在我深层的绿材中被捕捉住 所以我才可以过滤比我的洞更小的 这个是负层结构导致的原理 好吗 来 那以前在台湾 很多阿桑跟我讲 你这个空这么小空 一定不能呼吸 来各位 我们的东西口罩特别透气 透气的原因也是这个负层结构 为什么 这么堆叠之后形成气体的通道 所以你在呼吸 它还是可以流动 这样各位理解了吗 简单的做法 简单的讲法 简单的推销 明天我们教育中心见 那这个稍微有一点难 来 最后各位 这是我们在台湾的检验报告 目前我刚刚有提了 然后我们的盒子 如果你真的出去跟我们的会员 新的朋友在推销的时候 你忘记了 我盒子上有写 我们可以过滤掉到0.075微米 大于95%的过滤效果 那我们整体口罩的材质 也完全符合国家S 全球SGS的标准 物质安全材料 没有甲醛 荧光剂跟藕蛋染料 这些有害物质 各位理解了吗 好最后 因为有人在瞪我了 来 最后我要感性讲一下 我今天来不但是要跟各位讲 爱多美的空屋防护口罩 薄膜口罩有多好 我也同步告诉你 你们现在在新加坡的这个环境 的空气其实是糟糕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期待政府改善空屋 是来不及 空屋是一个不可逆 也不会回头了 它不会回头了 这个存在 所以我们只能怎么样 保护自己开始做嘛 对不对 所以呢 等一下APP怎么样 打开 100盒啦 对不对 来 谢谢各位 拜拜